有民众在网络上po问表示 买了美式连锁卖场的自由品牌鲜奶回来 没有想到加热之后 鲜奶大块凝固 看起来就像是热豆花一样 对此卖场回应 说鲜奶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可能会出现白蛋白凝固的现象 不过化学老师就认为了 这个案例可能是牛奶发生了酸化反应 才会造成蛋白质日热凝固 所以建议民众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最好就不要再用 杯子里凝固的白色物体 拿汤匙一匙一匙咬 乍看之下就像豆花一样 真的好奇怪哦 牛奶变成果冻 哎呀 像蛋花 原来杯子里装的是热牛奶 民众购买美式连锁卖场自由品牌鲜乳 当天才刚开封 但拿去加热 怎么微波一下就变成了像豆花 好像有点可怕 变质应该是会担心 加热不应该这样吗 因为我通常是隔水加热 没办法吃吧 就不想吃 就跟平常印象中的不一样 大家一看都直呼好奇怪 卖场回应 牛奶加热到一定温度 不知表面会有薄膜 里面的白蛋白也可能会凝固 但化学老师解析 影片中牛奶加热后出现大块凝固 可能是这个原因 看起来比较像是酸化的问题 因为一般牛奶里面的蛋白加热 不太容易凝固 那个牛奶应该是 假如是藏起来一定有点酸味的话 建议它是不要食用的 化学老师表示牛奶如果保存方式不当 资深维生物 牛奶就可能会发生里面的乳糖 被转换成乳酸的酸化反应 蛋白质在酸性环境中 一加热就凝固的现象 和小朋友吐奶吐出来豆花状的物体 是一样的道理 提醒民众 如果发现牛奶出现酸味 就不要再饮用 免得引起肠胃不适 记者桃鲜林一星台报道